我问你 何时跟我说 你听说 我要在漂亮宝贝独挑大梁的时候 你可不看好我和我的新节目 一个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 你怎么没个态度啊 我这个人 不太滋长别人骄傲自满的情绪 我好像看到了 斩叠的心花在木头 这是你弟弟 你不以这个眼红情 博悲伤 但是我知道 你为了你弟弟 付出什么都在做此 你赶紧过来 有人在跟踪我 你在哪儿呢 你 你 可是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让陆飞跟着我你想干什么 新人这儿 你以后就别再来了 我来不来跟你有关系吗 我说他的现在和未来 你只是他的过去 有些过去 过得去 有些过去 过不去 你来了 我正准备走 你们俩吵什么呢 没吵 就是说话声音大了点 刚才有人向我宣布主权 对你的主权 是吗 是吗 展先生 展先生准备走了 我帮你送送他 不必 等会儿 等会儿 这就是我平时吃的药 谢谢了 他需要的一切 你能满足吗 展先生 你该走了 我送你啊 嗯 谢谢 我去睡觉了 行 你也要走啊 下次见 好 放心人 张哥 马晓薇 真的是 这几个女的 一个比一个麻烦 要不倔的要死 要么就神经兮兮的 古人鱼啊 最毒妇人心 我一次碰上三 何总你别喝了 我哥 我哥 何总怎么了 他以前也不喝大酒啊 因为马晓薇的事 天说资本翻脸了 咱们的资金链 恐怕要断了 啊 酒呢 酒呢 刚才不是让你拿酒去吗 去 去拿了 但是 咱们别喝了 五 五哥不让给你酒了 你说什么 不是 五 五哥说 不让 给你酒了 谁是你老板 你是何总 你是不是想跟那仨女的 一样滚蛋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何总 一样滚蛋 一起喝 一起喝 喝 喝总 我开车喝总 再说一句 滚蛋 专业走着你了 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 能不能每天干点正事啊 我干的就是正事啊 我宣布一下啊 明天晚上 我 皮皮哥 还有温迪展昭我们一起 给你开个庆功会 什么庆功会啊 新书上市 小两不错 不值得庆祝吗 算了吧 可是我们厂地都订好了 嗯 推了吧 我没时间 没时间 你每天神神命运 忙往那道干什么呢 动不动接了个电话 就往外跑 我有事 你能有什么事啊 我没事 是方欣然的事 她现在需要我帮她 她的事 你每天都是去她那儿啊 也不全是 但是过两天 恐怕要每天去了 这方欣然的事 也用不着你去帮啊 你是她什么人啊 潜伏啊 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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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前的过去的 不是现在的 你这丈夫都下岗了 你还跑过去 给她加什么班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啊 什么关系啊 你当我给你办庆功会了 我说了 推掉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 太不识好歹了 行行 你做你的农夫去 做你的东郭先生去 回头啊 让蛇咬你 让狼把你给你吃了 胡给 不是 潜伏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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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翻脸 翻脸 哥 你真以为 是什么庆功会啊 后天是唱歌的生日 她很希望明天你 当然还有我 咱们一块儿跟她过 生日啊 直说嘛 那不是小姑娘吗 喜欢搞点小惊喜 小意外什么的 你看你 非把她整得那么不高兴 怎么了 偷偷 好心给她办庆功会 竟然让我取消 我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呀 这个展大鹏 对方兴然就余情未了 至少是过度关心 看你气的 我就说了 你对展翠儿的情感非同 你打住打住啊 什么情感都没有 我告诉你我就是替她不值 就算不是展大鹏 是什么电影剧里的男主角 如果是这种 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痛 还这么见习气的对待贤气的话 我也会生气的 好好好 没感情没感情 你生那么大的气 纯粹是因为正义感 对 正义公主 如果你的怒火持续不断的话 你会把这本书烧着的 哎呦呦 我离这屋十米远 就看见这里被一股黑色的怨气 唐唐包围啊 别再说这件话了 快劝劝吧 这儿怨气太重 赶紧走 别呀 哥来这儿就是给你送好消息 驱散这股怨气的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 就是 容易伤着你啊 快劝劝 我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好消息 畅哥 你展翠儿知道你过生日的事 明天晚上肯定出现 怎么样 你骗人 我骗你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亲口跟我说的 万一这是随口敷衍一下呢 我跟他认识多少年了 是真是假我还不知道吗 他说 你们怎么不早跟我说了 我们唱歌过生日 这么大的事我肯定得去 就算他不请我 我也得去 你听听听听听听 这话说的够不够意思 高兴了吧 你搞笑吗 然后我还没高兴呢 你嘴角都离了耳朵 跟着起来 你就笑出声了你 这什么呀 干嘛呀还不给人看 你记得什么呀 能不能告诉我呀 不能 为什么 还没到告诉你的时候 展森告诉我吧 你叫我什么 展森啊 你不是叫我东郭先生吗 告诉我拉倒 以为我多想知道似的 到我这儿来有事吗 是不是看看东郭先生 是不是让狼给吃了 我是看看皮皮哥 有没有骗我 你俩的事你找他 你跑我这儿来干吗呀 走错门了 我没走错 听说你今天晚上有约会呀 给一个人过生日 这么大碗亲子给人过生日啊 那这个人对你来说应该很重要 一般重要吧 男的女的 基本上 算是个女的吧 女的呀 长得好看吗 有的时候还行吧 什么时候 就是有一次化了点妆 穿了一件那样的裙子 还凑合着看吧 你有事没事吧 没事我走了啊 我去挑生日礼物去 你那眼光行吗 什么叫行妈呀 我这眼光对付她有富裕 那要是人家不满意呢 不可能 行了我走了 皮卡等着我 还行吧 有一回化了个小妆 穿了个那样的裙子 看上去还凑合吗 哥 买什么礼物想好了吗 这小姑娘都喜欢什么呀 我真有点懵 庄 都是过来人 什么过来人 我是过去人 一百年也不逛把商场 还过去人 那你想想 你之前都送什么给方行人了 送过吗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你呀 有时候真是挺没劲的一人 你 慢点 你有劲 要换了你 你送什么 我早就想好了 我不告诉你 我一会儿就去买 我现在就跟你当参谋 哥 你干吗去了 你眼光太粗 我不跟你同流合污 咱俩分头 分头不好吧 晚上我可是得万无一失地 把你带过去啊 我不会不去的 行吧 那你晚上告诉我啊 妈 赵小姐 您的蛋糕 谢谢 谢谢 两个小哥哥都好帅啊 小姐 哪个小哥哥是你男朋友啊 他们两个是一对 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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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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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说 哦 哦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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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这件不错呀 太高大上了吧 对对对 这定位很难找吧 那要感谢我家大秘密啊 对啊 他可用心了 他给我装衣服的就是 他一个月前就把这件定了 这都是他布置的 为了感谢你 我打算下辈子跟你做情侣 是不是以后对我得更好点呀 当然了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要做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 女人行了吧 女人 这个可以哦 坐坐坐 你们 你们这些女人真是太肉麻了 今儿晚上还有谁来啊 还有皮卡 还有唱歌的斩绳 我爸也来啊 什么叫也来啊 他可是今天生日会的重要嘉宾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提不提前告诉你有什么区别吗 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当然有差别了 他一来我俩就嗨不起来了 和我有啥关系啊 他又不是我爸了 喂 姨妈 我 我今天跟温妮她们在一起呢 今天不是正日子 明天我去看您 好吧 谢谢姨妈 我一定会快乐的 摸摸的 走走走 咱们大变身去 大变身 还有大变身啊 是啊 一会儿闪瞎你俩眼睛 等着你闪瞎我们的眼睛 谢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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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她 谢谢我 我家死鬼姐姐就没错了 谢谢您 温妮 以后听听做要这样的 我才不呢 太浪费时间了 我这人多懒你不是不知道 幸亏你这么懒 要不我这条回头里 都被你弄跑了 你对我太好了 我好爱你啊 嘴真甜 你快走 快走 让他们看看你有多漂亮 真漂亮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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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的心彻底被沦陷了 真的好看吗 好看 好看 要是再瘦点就更好了 不可以 哥不许你破坏这份完美 过生日真好 大家都出来 我一个都会死 你快点 快点 你快点 快点 斩嘴呢 他刚刚飞上我自己过来 他说一会儿就到 他还真来啊 大家都不跟我们 是一个组别的他还来 不是 这中年组 混在青年组跑百米 自取其辱 没 也废话 他说了 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了 那快叫尿嘛 来来来 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看这儿 一 二 哎 你怎么样 大鹏 你在外面啊 对啊 我在车上 外面现在怎么样 现在 有夕阳 有晚霞 很漂亮 是吗 你拉开船篮看看不就完了吗 可我怎么觉得 外面是黑的呀 怎么会呢 哎 你是不是戴墨镜了 你把墨镜摘下来 看一看 大鹏 大鹏 是不是人死了 就不会有痛苦了 打扰的患者来治疗 对他的恢复吗 轻度焦虑的患者 偶尔也伴有轻生的念头 家人朋友们 要多关心 多陪伴 你胡说什么呢 你现在在哪儿呢 为什么我现在 好难过好难过 我不知道跟谁去说 你跟我说是对的 那你在哪儿呢 我今天哪儿都没进 在家呀 你这样吧 你等着我 我马上赶过去 你不要挂电话啊 师傅 到前面掉个头 好嘞 二十分钟特不止了 我妈还来不来了 她刚给我发完信息 说她稍微晚点到 让咱们先吃 大鹏 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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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啊 没事 小事 她完事就过来 那 糟了糟了 那 那就先吃点吧 快 你开吃吧 开头 来 来 来 再见 好 谢谢啊 你看 一整天都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 门也不开 饭也不吃 谁都不理 我挑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来 看你的了 好 要不要开开灯啊 这样好一些 是不是昨天晚上一休门睡 睡不着 大鹏 我从来没有觉得 生活是如此的艰难 我们都开始瞬眼点了 要不要先吹蜡烛吧 别了 还是等展展来了吧 都等了一个晚上了嘛 我爸还能来吗 展展说来的 就一定会来的 我爸今天也太不靠谱了 诚哥 我替我爸 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你跟我道什么歉啊 再说我也没生气 你真没生气啊 咱者说不定 他就是想等到零点的时候 突然出现 给我个惊喜呢 你说的这个场景 放在我爸身上 那太诡异了 真说不一定啊 沉住气再等会儿 来 诚哥你先别喝酒了 喝点蓝芳圆节节酒 不然一会儿他来了 你醉了是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 再陪我打一把 再陪我打一把 打一把打一把 来来来来来来 我上把打得好不好 不好 好 你选错人了 知道吗 你好 您送拨打的电话 你关机 你关机 我们的电话 你关机 好 谢谢你陪了我这么久 谢我干上来 今天有什么事吗 其实啊 现代都市人的焦虑症非常普遍 那么患焦虑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呀 是来自于日渐增长的生活压力 比如繁忙的工作 以及超高的房价 还有就是孩子的 好 焦虑 您这儿喂啊 多少钱 你 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电视 电视上那个 那主持人 方 方熙燃 方熙燃 是不是你 方熙燃 你给我签个名呗 我特喜欢你啊 方熙燃 我 对不起啊 我赶时间 多少钱 不是 就签个名 你这 你等一下啊 喂 喂 你 你等一下 你 你知道我看谁啊吗 方熙燃 就那个电视上那美女主持人吗 对对对 又到我旁边了你知道吗 你有病吧 出门没吃药啊 是 我不想出门 不想见人 更不想说话 你说 我这样 我是不是病了呀 嗯 你是有病 而且你这个病吧 就是胡思乱想 行了 在家也待了一天了 这样吧 我带你出去转眼 不不 我不出去 你怕什么呀 不是有我吗 我不出去 我 我不行 我不想出门 我觉得外面不安全 那行吧 我走了 你别走 这就对了嘛 这就对了嘛 你说我坐这儿了半天 到现在还没吃饭 这要饿出了个痴疮 不是 微传孔洒症 又不去吧 走 你怎么来了 我给丽然打了个电话 她说你状态不是很好 怎么总有你啊 是我让他来的 有什么事你可以找我 没有什么事是他可以做 我不能做的 你没事老跟我比什么呀 因为你已经成了 我们之间的障碍 何时 如果我们之间 有什么障碍的话 绝对不是展大棚 你先走吧 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都可以改变 但你总得给我机会吧 我想为你做些什么 想要成为你想要的 那种依靠 何时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觉得有压力 你懂吗 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并不想让你看到 你给我点时间 最近 你不要来找我了行吗 我答应你 但你还要天天 跟这个人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他这个身体啊 刚刚恢复了一点 你就不要再问他什么了 好 我可以走 但展大棚 你不要得意你 我没有啊 我很冷静啊 别以为你和欣然 还能怎么样 我没想怎么样啊 问题是有人想怎么样 为谁啊 没关系 为谁乃人之常态 是啊 想必你比我更了解 在这一点上 一个人生的失败 肯定比我感悟得更深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说了 我现在谁都不需要 你们都可以走了 好 好 我先走了 好 你 我没有 你 有 我 你 来 过来够呛了 打电话也打不通 我还等吗 唱歌啊 甭理她了 回去好好批评她 许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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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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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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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两种 好 吃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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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来 饿死了 快先亲一到 来 饿死了 等她慢慢吃 快点 好嘞 我来吃这块 我来吃这块 人家去找家长大房 我来不唱歌真不走啊 你们先牵着啊 我上个厕所啊 来来来 快拿 拿盘子接一下 拿盘子 先给我们唱歌的 必须的啊 先给我们唱歌的 好 好 哥 你跑哪儿去了 我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 手机没电了 人家唱歌还等着你呢 这都几点了还等啊 你有事我不管 可是你答应唱歌 你就必须得去 你赶紧跟我走 你要是不去 他得伤心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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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看 哄她吃完蛋糕都不肯走 傻丫头 她多在乎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行了行了 赶紧进去吧 手机 手机 你的电话我用一下 把他电话调出来 喂 皮皮哥 我 斩子 你来啦 你进来呀 我等你呢 是这样啊 我呢 确实有点急事 礼物呢 我是给你买了 但是丢了 没事 只要你能来就行 我给你留了好多蛋糕呢 太晚了 你就别在那儿傻等了 我就等 因为我了解的斩子 是说话算数的人 我说话是算数 我也确实是来了 但我真有事 我要去处理 天不早了 你赶紧回家吧 詹嫂 你去哪儿 詹嫂 哥 你走什么呀 哥 詹嫂 詹嫂 慢点 慢点 别摔着 快点 詹嫂 来呢 詹嫂 打了电话又走了 这你也太怪了 干嘛呀 人都来了 怎么就跑了 跟逃跑似的 气死我了 你别生他气 他今天是有点怪 他不是答应你来了吗 这好歹也算是来了 是吧 你说的是 看到一个背影 总比没看到起来 还有好多蛋糕呢 我得把它吃了 不然就浪费了 不是 他走了 那他呢 吃蛋糕啊 吃蛋糕 有什么话就这么难开口吗 酒壮怂人胆啊 你这一杯一杯的 壮得也差不多了吧 说呗 好 反正瞒不过你 哥 你昨天晚上太过分了 人都到了还不进去 还得打电话 亏你干得出来 冲你逃跑那样 是不太从容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 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 从来没见过你那么慌张过 跟个矛头小伙似的 滚 哥 哥 到底是为什么 人家唱歌就是一小姑娘 你那么对她 你难道没看出来她对你 正是因为我看出来了 她对我好 所以 我才必须让她断了这个念想 你 你也够狠的 我为她好 你为她好 这方法我可真是看不下去了 小姑娘太年轻 有时候在感情问题上搞不清 就很正常 有时候呢 她认为是这么 你其实不是 她不懂事 我不能不懂事吗 明白你的意思 况且 我眼不瞎呀 哥吗转糊涂 那你对唱歌 哥 你都看出来了 何止是看出来了 秃子脑袋上的狮子 有那么明显吗 有那么明显 你简直就是明目障胆 有那么明显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唱歌的 你也知道那么多年了 我也遇到不舍姑娘 也触过 可是到最后 都是过眼云烟 可还就她 懂 哥懂 那你说 我应该 追 追 追她吗 废话 你既然喜欢人家 那就得追 那你 我跟唱歌啊 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 你要是真喜欢人家 迈开步子 勇往直前地去追 你 你别拿我说事啊 说不定我过两三个月 我这小命都没了 你别那么说 我是百无尽情 我这想到你那脑袋 你别说我 说说你 你小子跟着我也十年了吧 哥哥 哥哥是眼睁睁地看着你 一天天长大 三十多了吧 该逞个家了 不能老担着 你爸你妈是不是 天天盼星星盼月亮 你要真是认准了人 那就抓紧 走 展嫂 挺好 挺顺利啊 好 叔叔 那天啊你刚开始没来 忽然来了又走了 你可害死我们家唱歌了呀 那么大的一块蛋糕 蛋糕全递你吃了 看你这项链 是不是有胖里菜 没有啊 挺好啊 就是 静下说 你那天穿那身衣服 挺好看 真的 问你送我的 对了 你那天跟我说那个事 回头你告诉他们 可以 哪个事 到我们学院讲座的事啊 你答应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去呢 人陈教授 不是帮过你的忙吗 我不想让你为难 谢谢展嫂 到时候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 行 我先过去了 走 你展嫂对你的事 是真上心的 生怕你跟你老师交代不了 发现没有啊 专门站这儿等你 还装偶遇 装得一点都不行 瞎说什么呢 吃饭吃 刚才我说了半天 同学们听得还真的很认真啊 我刚才数了数 点了点 这个期间 上厕所的人还真不多 是啊 深大的同学 给展先生的面子呀 可比老师的多 拿着拿着 我呢 是在讲故事 又不是在考试 对吧 好 同学们 现在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 可以写字条上来 不需要那么麻烦 其实 我很喜欢跟年轻人 这样交流 就像这样零距离之间的交流 我还是那句话 百无禁忌 想提什么问题 随时举手 展老师 稍微八卦点的问题可以吗 可以呀 我刚才不说了吗 百无禁忌 那我可问了啊 我们都知道您和您前妻 方姓岩的事 当初她刚离开您的公司 去了小卖网 不久你们就离婚了 后来 您的太阳文化也受到了重创 反正我想问的就是 您恨您的前妻吗 你们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展先生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隐私了 您要是不方便回答 就不回答